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如果 娱乐圈古装女神,每一位都让你惊艳,迪丽热巴的抑郁风情让人着迷。 娱乐圈新颜绽放,新一代古装女神的华丽登场。 古装是很多明星们的痛,明明现代装很好看,穿上古装就成了灾难现场,长相与古装造型不符是非常辣眼睛的。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女明星凭借其独特的气质、精湛的演技,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古装扮相,悄然占据了观众的心房。 以赵丽颖 赵丽颖 这个名字几乎成了古装剧品质的保证。 自花千古中那轻力脱俗,坚韧不拔的小古形象深入人心后,赵丽颖便开启了她在古装剧中的霸瓶时代。 她的一贫一笑,都蕴含着古典的韵味,每一个角色都仿佛为她量身定制,无论是陆珍传奇中的智慧才女,还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中的温婉女子,赵丽颖用演技证明了自己不仅仅是流量的代名词,更是实力派的代表。 2.杨颖 从模特界跨界到影视圈,杨颖的每一次尝试都备受关注。 在古装剧中,她凭借精致的五官和独特的气质,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古装美女形象。 虽然杨颖的演技一直被潮,但是不能否认她的五官精致度,她真的太美了,可以轻松驾驭古装和现代装。 用一句话就是,你可以质疑她的演技,但是不能质疑她的颜值。 3.周杰琼 作为新生代的代表,周杰琼凭借选秀节目出道,迅速积累了大量的人气。 而在古装剧《大唐女法衣》中,她首次挑战古装造型,以其清秀的面容和灵动的演技,成功塑造了一个聪明勇敢的女法衣形象,展现了不同于现代装的古典美。 周杰琼的古装扮相,无疑为她的演艺事业增添了新的亮点。 4.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的出现,为古装剧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觉享受。 她不仅拥有立体的五官和深邃的眼眸,更有着独特的抑郁风情,使得她在古装剧中的每次亮相都令人眼前一亮。 迪丽热巴古装扮相真的是一绝,这个长相本就难得,神言什么造型都可以轻松驾驭吧。 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白凤九,到后来的多部作品,迪丽热巴的古装扮相每一次都能引发热议,她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多样性和可塑性。 随着新进古装女神的不断涌现,华语娱乐圈的古装剧市场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。 这些新生代演员不仅继承了古典美帝精髓,更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不懈的努力,为观众带来了诸多难忘的角色和视觉盛宴。 迪丽热巴造型频繁曝光,拥有独特魅力。 迪丽热巴在综艺节目中造型多变,每次亮相均引发热议。 她根据节目主题和角色设定选择造型,展现时尚品味和角色魅力。 其造型不仅凸显个人风格,也体现对时尚的热爱和追求。 近期,迪丽热巴在综艺节目中的造型频繁曝光,每一次的亮相都成为了网友热议的焦点。 她的造型多变,风格迥异,不仅展现了她的时尚品味,也凸显了她在不同角色中的独特魅力。 在《开始推理巴》中,迪丽热巴的造型尤为引人注目。 这档综艺节目以推理为主题,每期都有不同的案件故事,而热巴则在其中扮演着各种角色,每次的造型都与角色设定紧密相连。 比如,在某一期节目中,热巴饰演的是一位军阀女大佬,她身着一身长袍外套,搭配长靴,英姿飒爽,气场十足。 这样的造型不仅符合角色的身份设定,也展现了热巴的萨爽英姿。 而在另一期节目中,热巴则化身为一位校园美化工程设计师,她身穿甜美可爱的校园风服饰,搭配活泼的发型和妆容,呈现出一种甜美又带有一点野性的风格。 这样的造型既展现了热巴的少女感,又融入了欧美高校难以捉摸的酷帅气质,让人眼前一亮。 除了开始推理吧,热巴在其他综艺节目中的造型也同样引人注目。 在快乐大本营中,她连续换了三套造型,每一套都风格迥异,但都展现了她的自信和魅力。 比如,她身穿迷彩服装搭配驼色西裤,扎着洒脱的马尾辫,看起来干净利索,充满了活力。 而当她换上黑色长裙时,则变得妩媚动人,卷发乌发更是增添了她的女性魅力。 迪丽热巴的综艺造型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,一方面是因为她的外形条件优越,拥有精致的五官和完美的身材比例,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对于造型的用心和投入。 她不仅会根据节目的主题和角色的设定来选择适合的造型,还会在细节上进行精心的搭配和修饰,力求展现出最完美的自己。 在热巴的综艺造型中,我们可以看到她对于时尚的敏锐度和对于角色的深入理解。 她能够准确地把握每个角色的特点和气质,并通过造型来展现出角色的独特魅力。 比如,在开始推理巴中,她饰演的女军阀造型,不仅展现了她的英气和洒爽,还通过服饰和妆容的细节处理,让人感受到了角色的威严和霸气。 此外,热巴的综艺造型还体现了她对于时尚的热爱和追求。 她敢于尝试不同的风格和元素,将各种时尚元素融入到自己的造型中,展现出了她的时尚品味和个性魅力。 她的造型不仅让人眼前一亮,也让人感受到了她对于时尚的热爱和追求。 总的来说,迪丽热巴在综艺节目中的造型曝光,不仅展现了她的时尚品味和个性魅力,也凸显了她在不同角色中的独特魅力。 她的每一次亮相都成为了网友热议的焦点,也让人们更加期待她在未来综艺节目中的精彩表现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 各位朋友们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和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、订阅、订阅和订阅。